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的是大师中的大师 是台大梁次郑宇宙学特聘讲座教授 陈匹生陈教授 他也是梁次郑中心荣誉创所主任 当然他的荣誉绝对是不辞于此 那我们今天来进行的黑洞教授对话录 今天这一集呢 是我们先录影录音好的 因为这个陈教授 他在夏季的时候 其实都要到美国一趟嘛 对不对 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研究 所以呢我们就先录音录影 那今天这个题目呢 我相信就算你对于科学没有太多认识 你也会很好奇的一个题目叫做 什么是多重宇宙 去年吧 那个这个杨子琼的那一部戏 妈的多重宇宙 还得到了奥斯卡奖 所以 是我孤陆寡文 我不知道有这个电影 真的吗 对所以多重宇宙现在真的是流行词 是一个流行词 对对对对 好所以你要谈的是什么是多重宇宙 是真的科学还是伪科学 我们先我先问一下好了 是真科学吧 这个难说 真的 OK好来我们进入这个 来什么是多重宇宙 什么是多重宇宙呢 这其实啊 这个概念早在希腊时代 公元前三到五世纪 希腊的思想家就已经先提出类似的概念了 但这个字也 没有一直要等到1895年 因为美国一个哲学家兼心理学家 叫做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他呢 首先发明这个字 坦白说这个字呢 过了一个世纪啊 还有很多的国际重要的英文字典里面还没有 我所知道像牛津 牛津的Oxford Dictionary 可能到很后来才会出现这个这个字 OKOK 那这个multi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多的意思 那他这个是一个蛮巧妙的发明 因为universe这个字其实是希腊罗马时代就有 那能够把前面的uni就是一的意思 那转换成为 转换成multi 我觉得这个蛮巧妙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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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发明 那量子力学的开心组组之一 薛丁格 他在1952年 给在都柏林 他其实二战开始之前 他就从维也纳 就流亡到爱尔兰的都柏林 在那里一直带到他过世 那他在都柏林给演讲的时候 他曾经这样讲 他说我的这个方程 其实就是所谓的薛丁格方程 他说似乎在描述一个事件的不同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互相替代的选项 而是一个同时真实的并存 就是不同的这些可能的历史 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历史 但不是相互替代 而是同时存在 这不就是多重宇宙概念了吗 对 所以他虽然没有用这个字眼 但我想他的这个概念里面 已经包含了他 OK 所以也难怪 我等等会介绍的一位叫做Everest 这样Everett 对不起 Everett这位科学家 他在1957年左右 就提出这个量子力学的 多重宇宙的诠释 我感觉呢 其实跟 其实可能来源在于 薛丁格的这个看法 所以既然前三世纪 希腊哲学家 或1895年当时提出 有Marchoverse 是一个语词的 其实都属于思想 属于哲学 可是到了薛丁格 才开始进入 他是不是科学的 这一个话题 对 OK 好 那1957年的时候 有一位极有名的天文学家 叫做Robert Dickey Dickey 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他提出来一个叫做 人则原理 那英文是 Anthropic Principle Anthropic 就是譬如说 这个考古人类学 人类学 Anthropology Anthro就是人类的意思 那Anthropic Principle 指的是说 这个宇宙之所以是 你就说我们 非常的好奇 说这个宇宙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这个这么巧妙 刚好 是 为什么 譬如说 电子作用就这么大 核作用就这么大 然后他就可以产生核反应 就会有 星球会发光 然后我们会存在 太阳给我们能量 诸如此类 那他的说法说 这个宇宙之所以会如此 就是因为 它是适合人类的存在 这句话 不是因为它存在 而人刚好生活在里面 是因为 它适合人存在 所以它存在成这个样子 是 是 那所以 这个我们当然可以再深思 好吧 那我先继续说下去 我感觉这个说法呢 它已经暗示了多重宇宙的存在 对 我同意 就是一种统计学上的意思 如果我有十个苹果在桌上 我挑一个 最漂亮 最红 我最 就说最合适我 那 所以呢 我之所以 吃这个苹果 是因为它最合适我 嗯 那所以这个里面 它已经暗示了 其实你是有选择 嗯 那 你可以想象说 还有很多别的宇宙 可是它的那个自然环境 它所给提供的条件 并不合适高等 有智慧的生物 存在 可以这个演化出来 嗯 或者是说 没有办法让高等生物 可以独霸 那一个整个的心体 啊 可以这样说 所以呢 它就提出这样一个人者原理 然后嘛 接下去呢 是 从80 1980年以后啊 呃 这个所谓的弦论 嗯 就是它呢 是根据于十维的空间 和一维的时间 啊 所谓十一维的 这个弦论的理论 盛行以后呢 因为它可以提出 它因为它有这么多维的空间 它可以提出很多的 几乎无限多的解 嗯 所以呢 这个 它的这个弦论所提供的一个 一个风景好了 风景图 它是有各种高高低低的 这个高山深谷的 嗯 那么所以呢 许多的这个知名的物理学家 就就纷纷的 就都提 就出来说 它赞同这个多重宇宙的概念 啊 那 嗯 对 老师我这边可以请教一下 旋论 因为我听物理学讲 旋论已经讲了一阵子了 旋论到目前为止 还算是一个 理论物理学的一个 假设性的一个理论 还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被实验 或者被观测 找到证据吗 嗯 对 你讲的非常正确 第一个呢 它的确 它是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实打实的一个 物理学的理论 嗯 它的理论基础是非常的深厚的 到目前为止是 也还是国际上非常多的物理学家正在继续的研究 对 嗯 那 但它的同时 就像你说的 是还没有能够呃有具体的预测是可以在实验上可以看得到 OK 所以它还被归类为理论物理学 还没有办法被实测出来 是的 那理论物理它的计算各方面都到位就对了 对 OK 那难处其实也是顺便一提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活在一个三加一维的时空 嗯 那它的理论有七十加一维 那所以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你怎么把十加一维把它化约成三加一维 嗯 那这个工作就已经很不简单 没错 你化约成三加一维以后 需要能够呃在线我们所知道的部分吗 没错 然后你才能说哦 因为我这个化约 所以呢其他的气味虽然你没有看到 但是呢它一定有一些隐含的信息 在你化约以后或者压缩以后的三加一维空间里 那所以你去找找看 那这个当然很多人已经都提出来过90年代就有 OK 可是你要你他要你要你需要去看的那个空间呢 超级的小嗯 啊叫做普朗克指标 太小太小到我们目前的不管加速器或者宇宙的观测呢 不容易还还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 OK 这样子 OK好 所以这个啊关于多重宇宙的简史就是如此了 那我去一个其中的一位科学家他是MIT的物理学教授啊 也是我的朋友叫做Max Tech Techmark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多重宇宙的概念 他说多重宇宙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是在宇宙视频线之外的宇宙啊这这几个我等等的会啊进一步解释 第二个呢是他有各种不同的物理的常数的各种宇宙刚刚我们聊天 我们刚刚提到第三个层次呢是量子力学的多全多世界诠释 其实我们刚刚从薛定格那里我们也稍微提啊接触到处到一点点 那但是还有一个第四个层次叫做终极的多重宇宙或者我我用这个演奏的奏啊 那呃因为他的用的英文叫做ensemble 那么这个就是从重宇宙的意思 那 第一个层次是怎么样 就是根据譬如说我们刚刚就说这个在我们现在主流的这个物理学界的看法呢 宇宙大霹雳以后会经过一个非常短暂的叫做暴涨的阶段 那这个暴涨阶段到底他是 到底他背后的理论怎么样 其实有好几个各家的理论呢 目前呢还没有定案 其中有一个叫做随机暴涨 那这个呢还另外有或者他的另外一个称呼叫做永远暴涨 就是叫做eternal inflation 这样子一个理论 他的理论是说你因为量子量子力学本来就是随机 他会有不断的跃迁 所以在不同的初始条件呢 他会发展出无限多个不同的宇宙 不断的分身 比如说那他每一个呢会有他不同的哈勃体系 然后呢他有比如说有不同比例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或者是呢他的这个宇宙中间他其他的长寿都一样的 可是呢有一些他的比例不太一样 比如说那我们的他的结局也会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是基于大大霹雳大大膨胀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论 然后根据在这个理论当中再根据随机理论去认为他本来就应该随机发展出同时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宇宙 只是我所处的这个宇宙 看不到那个宇宙而已 是的 那现在这个根据他的估算 泰格玛的估算呢 在宇宙的视 宇宙有没有视频线 其实跟我们在海边看的海 海平线是类似 因为呢宇宙他既然是有一个起点 就是大霹雳 所以呢 那我们在现在138亿年以后 我们就算用光的速度来跑也只能跑的一个范围 所以宇宙的确是有一个视频线 他的意思是说他之外我们再怎么样也看不到 可是呢他并并非不存在 就根据理论他随机应该存在 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我等等再跟你介绍 不过他他说这样他的估算以后呢 虽然这些有大大小小 不同的宇宙 但是呢他跟我们的距离有多多远呢 是2的10次方的118次方那么远 米啊这么远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就算存在 你反正也看不到 就这个意思 这是第一个层次 对那所以呢我就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Stanford大选这位Andre Linde 教授他的这个说法 我原来是有一个他和他儿子做的电脑模拟 他的这个概念 很可爱的就是宇宙不断的生出来 可是呢我准备的时候发现说他已经不灵了 所以我就把它找把它去点 那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 他如果在那个YouTube上面看图的话 我觉得是秒懂 从图里头是秒懂 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到进了一个百货店 百货公司 他说你你去去看他的那个牌子上面 你想要去哪一层或者去买什么 那他会说您在此啊 你就那所以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这个 这个宇宙 这个宇宙某一个有圆球里面 那他的这个理论就是说 你在大这个无限暴涨的这个这个阶段的话 他是不断的有分身 因为宇宙有随机的这个量子的缘故 那我们可能正好是在某一个里面 但他还有别的像树枝一样的 不断的分身不断分身 所以这宇宙可以有无数多的大屁 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大屁 他可能也有他的同样的参数 好所以多重宇宙的第一个层次 就是在我们的宇宙视频线之外的宇宙 有更多宇宙 对那就好像比如说像这张图的话 我们就看到这个很漂亮的海平面 那我们都知道 譬如说有个帆船 有人驾船 他呢从我们这边开出去 然后过一阵子呢以后就消失掉 他的反正我们也看不到了 不是因为他不见了 我们知道说他因为他是在地球是有弧度 所以他在海平线外面了 是吧 所以我们的视频线之外 并不表示他不存在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呢 你可以想象 这个宇宙呢 他在不断分裂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他是 就是说不是像刚刚那个办法 而是说他宇宙呢 你可不可以想象说 有很多不同宇宙 他每一个的宇宙呢 他有不同的物理常数 嗯 刚刚是说他其实他的常数都一样 他只是不断的分开而已 时空的分开 那你可以想象说 他的物理常数都不一样 他的光速也不太一样 嗯 他的牛顿常数不一样 普朗克常数 电荷质量通通通不一样 这跟之前讲的人则原理 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 那我们的住的这个 我们存在的这个宇宙 他的常数就是我们看到量到的 别的宇宙未必是这样的 同样的数值 所以我们量到的这所有的宇宙常数 嗯 他不一定是一个定见 而是我们这个宇宙能量到 也许有另外一个宇宙 量到的宇宙常数 是不一样的宇宙常数 没错 哎呦 好可爱哦 那第三个层次 就是量子力学的多世界 这个稍微悬一点点 那因为根据量子力学 它是可以有不同的历史的 嗯 那我们在做量测的时候呢 就量测到某一个历史 那其他的历史跑哪去了 嗯 所以猫是死了还是没有死 对 像类似这一类的 对对对 那所以就我们耳熟能 那我感觉呢 这个这个卡通 这个我从网上抓下来 也挺有趣 这是科学的期刊里头 所画的这种漫画 不太确定是在哪里看到 不是可能是科学 我是在YouTube上面抓下来 OK 那Google上对不起 所以呢 他在那边上面画一个地球 然后一男一女在的上面 这个男生问这个女生说 你有没有兴趣出去喝杯咖啡 喝喝喝喝喝杯酒 那其实有两种可能的回应 一个是这个女生说 好啊 那我们就去吧 那另外一个可能他对那男生或许没什么大兴趣 他说抱歉我很忙 或者说不舒服 我们就不去了 那这两件这个两个不同的选择 它是不是会造成两个不同的结果吗 一个的话呢 说不定他们将来真的成家了 你看旁边还有一些小朋友 另外一个呢 他们就各分东西了 这缘分不到 所以在这一个理论之下 我们都说历史不能重来 但实际上面 有可能我们每一个决策点之后的历史 他可能恰恰就有两个宇宙 正在进行一个决策之下 所产生的不同的可能性 正在演绎中 所以每一个人的决策 都可能不断的这样子的分裂 那到底有多少宇宙 那是啊 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无限多了 因为每一分每一秒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抉择呀 对 是吧 那他的排列组合是无限多呀 对 那只是说我们因为做了抉择 我们就只有活在这个宇宙 或者这个世界 他这个诠释有点夸张 但是呢 他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去把它推到极限去 就变成这样 这就是薛丁格之所以到杜柏林会说 我的方程式似乎是在演绎出一种 就是不同的历史发展 但他们彼此之间不相互取代 但都是事实 对 就跟薛丁格讲的的话 是一模一样的层次的 基本上 这有点让我想起来 我们常说这个薛丁格的猫嘛 我记得之前我也有提过说 我到多年多年以后 我才知道说其实 1935年左右呢 这个idea是 爱因斯坦在跟薛丁格通信的时候 在信里头先提出来 真的 对 不过他呢 因为大概不是非常爱 喜欢猫吧 所以他不是用猫 但是他的那个概念是完全一样 那我确定是薛丁格在那个之后 才提出来他这个猫的概念 所以他是受爱因斯坦启发 我认为是 OK 不过爱因斯坦呢也 从来没有去这个宫就对了 对 他就好把你说了 那 所以这个的话 你也可以合理上说 这个idea 其实薛丁格1952年 不是就提出来吗 对 不过他是当然 这个 这个爱佛瑞是当然讲得更具体了 对 而且有演算过程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演算 这个就是一个概念 他就是一种诠释 思想过程 是的 那 第四个层次 所以就无数的宇宙 对 那像这样的话呢 这个林德的估算呢 就更夸张一点了 他认为这样子宇宙的泡沫 他是十的 十字方还要 一千万字方 这个简直是 等于是 无限多了 无限了 那 好 我们现在讲第四个层次 所以呢 他这个第四个层次呢 就稍微 更抽象一点 刚才第三个层次 其实也已经比较抽象 对 我说跟第一个 第二个层次来比的话 第一个层次是 所有的宇宙常数 所有的常数都是一样的 但是 时空可以有好多个 对吗 他可以分出来 对 可是第二个可以是说 你连常数这些 都可以不一样 每一个都可以有一种宇宙 每一个组合 那第三个的时候 量子力学是说 凡 凡存在 必留痕迹 我差点这样说 就是说 凡是可能的 它都会存在 是 在物理上 在这个量子力学上 所以每一次决策都会产生 分裂成不同宇宙 是 那是物理上 可是他现在第四个层次 他说 即使是数学上 它的数学结构 如果是完整的 它原则上是可以 是一个宇宙 只是 它不见得能实现而已 OK 不是能够由我们的 这个物理世界来实现它而已 OK 那譬如说好了 我们刚刚在讲这个 弦论 十加一伟 那他所推草 很多可能的 我们说基态好了 那这些呢 可能就算最终 它没有办法 被我们观测到 那可是呢 它的数学体系本身 也是完整 就是说 我们可以想象说 我们这样说吧 假设说 这个十加一伪的理论 最终没有办法成功的 化约成三加一伪的 其实它还是可以存在 OK 这是数学上 可以证明的多重宇宙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哇 所以现在有另外一个宇宙 的陈凤鑫跟陈匹生老师 正在谈什么呢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您现场 我是陈凤鑫 黑凤教授对话录 什么是多重宇宙 它到底是不是科学 光是它是不是科学 这件事情 还是要打问号 科学界在研究 在讨论 但它是不是科学 是问号 没错 好 在我们现场的是 台大梁次政宇宙学 特评讲座教授 陈匹生 陈教授 刚提到了就是 MIT 马上理工学院的 这位教授 泰格 泰格马 泰格马 他提出了多重宇宙的 在物理学研究的四个层次 不管是大霹雳的多重宇宙 或者是在这个不同的宇宙 有不同的物理常数 这件事情 又或者是用量子力学当中 然后去推出的多重宇宙 然后以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终极多重宇宙 这件事情是 在数学上面 你只要计算的过去 合理上 你就不能够排除 有另外一个宇宙的可能性 对 他指的是这个 就是说 你的物理学上的数学理论 他如果他的结构是完整的 就是说你从非常严谨的出发 得到严谨的结论 这样子的数学结构 应该也是可以存在的宇宙 那超悬理论 悬论是不是真的就 他不是来自于多重宇宙的 这个概念 可是他真的 让多重宇宙这件事情变得 在数学上面更合理 是的确 有许多这个 极有分量的物理学家 他们做超悬理论的 就非常的支持 这个多重宇宙的概念 认为是跟超悬理论的 这个哲学是相符合 那在泰格玛的这个概念里面 这个第四个层次 就已经是最后了 因为他已经包括所有可能 所谓至大无外 那所以呢就不可能有下一层 但另外一位科学家 还有一层 还有那我这个的话呢 想要跟各位顺便解释一下 所谓的人则原理 我们可以说 刚才我们讲说 那有这么多可能的宇宙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宇宙是这个样子 这个和超悬理论的 所谓的这个landscape 就是所谓的stringlandscape 他是认为呢 这个每一个 我们现在想象一下 就是超悬理论像是一个风景 好了一幅这个 这个地表图像 地表图像太好了 谢谢 那每一个高山深谷呢 他让我们说 他都代表一个宇宙 那有的呢是这个温度很低 很冷 有的太热 有的没有水 有的动不动就淹水 所以呢只有少数的地方 譬如说某一个山谷 他温度刚刚好 降雨量刚刚好 一切都刚刚好 所以可以让这个万物生长 那那个是我们生存的那个宇宙 那这个 其实呢 也可以说这是我们人的选择 那所以这个是人则原理的 这个基本上的主张 所以呢 你如果有人问说 这个宇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人则原理的信仰 信奉者就会跟你说 那是因为呢 这样子的条件正好适合 有一个高等的生物 可以有智慧的生物 他可以反思这个宇宙 为什么会存在 那么有那么一点 笛卡尔的味道 那我思故我在 那么因为我们有能力来思考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环境 那他能够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发展 像譬如说我们地球好了 从太阳系生成到现在48亿年 他基本上是非常稳定 所以这个核融合 他的这个太阳的温度 必须要非常稳定 才能够在这么一个长时间里头 让非常简单的单细胞生物 渐渐发展 演化出这么高等的生命来 是吧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条件 那是这个宇宙提供给我们 OK 所以这里面要太阳跟地球的距离 刚刚好 太阳的核融合的发展的变化 其实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才能够去发展的出来 哇这一切都要刚刚好 你那个像碳水化合物 这个比如说水好了 水分子 他如果温度太低一点 就都是结冰的 对 那太高的话 就是通常都变成蒸气 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 那我想说这个为了让大家不要误解说 这个多重宇宙就只有泰格玛一个人在讲 那么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格林教授 Brian Green 他的就他的这个宇宙稍微更复杂一点 他是有九重天 他有九种形式 那因为时间的限制呢 我们就我就其实有一些呢 他的概念其实跟泰格玛基本上相似 所以我就不我们就不要重复 那我就只提他的第八个 就是simulated 就是电脑模拟的宇宙 那我们现在 最近非常流行 AI AI 那我们可不可以想象 这个超级电脑 AI呢 他可以模拟出所有可能的宇宙 甚至于连我们刚才没有想到的 都有可能 那这些的也算是多重的很多的宇宙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说法呢 蛮有意思 可能可以补足一下 我们人类会不会是另外一种高等生物的AI 这个也很难说 对啊 因为现在看见我们的脑神经的运作 跟电脑的 当然电脑是模仿我们的啦 我们人类的脑神经运作 但现在真的越来越觉得脑神经细胞的运作的效率之高 你实在会觉得说 当初的造物者未免也太惊人了 太惊人 那是不是有时候你不免会去想说 那这个AI啊 有没有可能创造出一种艺术呢 是不是像范古 也不像皮卡索 皮卡索 就是前无古人 就他自己发明出来 或者说 这个AI可不可能 产生一个下一个爱因斯坦 下一个霍金 是能够解决我们 譬如说信息仪式 没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或者是到底最终的这个量子中立常论 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没错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那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 一个礼拜休息七天 模拟的多重宇宙 所以说呢 这个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带着历史史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多重宇宙宇宙啊 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广义化的哥白尼原理 大概500年前左右 那哥白尼第一个主张说 其实地球没什么了不得 只是一个太阳系的一个行星之一 那这个当然后来 我想伽利略是头一个用实证的方法 他用望远镜去观测呢 证明的确地球呢 和是绕着太阳 所以他证明了哥白尼理论 没错 那所以呢这个实证了以后大家都相信 那接下去呢 的发展历史的发展是说发现说太阳也没有什么特别 嗯 它只是银河系里面一千个一千亿个恒星的一个而已 嗯 所以才有了太阳 太阳系以外的 这一个世界是什么世界 所以我们不是过去二三十年 持续发现所谓系外行星吗 对对对 就是表示说其实除了我们的太阳系 别的恒星 它也是有行星围绕 对 这件事情我们个人我们反思一下 我们发现说奇怪 是不是其实应该一百年以前就多半的科学家就会说 那这个是理所当然 可是没有 一直要到一九九几年才第一次发现 有系外行星 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 哦系外行星这件事情 嗯 其实是很近的 非常近 历史才让大家所共同认知 是 所以这件事情不 就是说 是让我们觉得说这有点奇怪啊 为什么科学家会等到这么晚 这当然是跟观测的这个 能力 能力工具有关系的啊 那不管怎么说 那我们现在发现说 太阳 也不过就是银河系里有一千亿个 恒星里面的一个 嗯 而且呢 他还不是特别大的 嗯 对 对你把一千亿个恒星做图的话 做一个图表的话 那他还不是在那个平均值呢 我说他中等偏小 对他中等偏小 就是在黄色 嗯 那呃 那也不能说不堪了 就是我们说 就是民主化 那之后呢 就发现说银河系 也没有什么特别 嗯 他只不过是宇宙视频线里面 好几千亿个星系的一个而已 嗯 那这个就 有点不堪了 那呃 因为你的世界视频线之外 说不定还有 你不知道怎么算 嗯 那么 所以这个呢 都已经到二十世纪了 嗯 那到现在呢 就到这个二十世纪晚期了 就提出来 多重宇宙这个概念的时候 他的主张就说 这个宇宙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 嗯 他只是无数个宇宙里头之一而已 不管他是刚刚讲的 四重理论当中的哪一个层次 又或者是哥伦比亚这一位 Green教授呢 他所提的九种的这种可能性 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 也许 Sunday 嗯 五十年 或者是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后 也许就会有人证明 其实确实宇宙不止一个 只是目前还没证明而已 是 我稍微 更正我一下 格林在提出那个九重天的时候 他那时候还没有AI这个名词 他用超级电脑 那我把它改成AI 对对对 更合理一些 是是 比较与时俱进一些 那所以呢 这里有什么差别没有 我个人觉得 前三样啊 前三项呢 他们都已经获得了时政的基础 嗯 包括银河系呢 在我们宇宙视频线里面 有数千亿个星系 我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个数字来 表示说我们是去观察过了 对 那当然这个 对那当然数千亿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约束 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每一个每一个去点兵点将 但是呢我们看一个方向以后 我们假设它是完全均匀的宇宙啊 不是完全就大致上均匀的宇宙 那估算出来 估算出来 多重宇宙会不会有一天被实证出来呢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嘿 动教授对话录 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什么是多重宇宙 它到底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 它现在还是一个属于 理论物理学界还在激烈讨论 那当然我觉得在一般的普通的民众当中 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在很多科幻小说 或者科幻的这一些视频当中 已经开始不断的大量运用多重宇宙 然后去做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些 这一些影剧上面的一些表现 可是它到底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 这件事情是没有定论的 那陈匹生老师呢 他提出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他就说当年哥白尼呢 他在提出来说 地球没什么特别 只是太阳系的行星之一 这个概念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知道没有找到实证 那只是一个假设 一直到切利略把它给证明了 那么之后呢 就觉得太阳其实也没什么特别 有人开始提出来 其实有个银河系 银河系里头有很多的恒星 恒星里外面呢 都有行星在包围着 所以有这个状况 那么现在也被证实了 那银河系发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在宇宙当中 可能有数千亿个银河系 那当然这个数量目前是估算 没有得到百分之百的证据 但是它的估算是有科学的过程的 所以那个估算大概大致可信 所以从太阳 太阳系到银河系 再到宇宙里头的大量的 各式各样的银河系 星系 我们现在要讲说会不会实际上面有 无数的宇宙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还没有实证可以证实 但是有机会可以证实吗 原则上任何科学 如果你要是一个真科学 不是一个伪科学的话 你就一定要有实证的这个支持 所以呢机会是有 那就在于说你要怎么提 要到哪里去看 那科学家的确是有人在想这个事情 譬如说好了 会不会如果是有两个 就是我除了我们的宇宙 自己的宇宙之外 附近的另外一个宇宙正好跟我们相撞了一下 那这一相撞的话呢 那会不会有什么淤青吗 留下痕迹 留下痕迹 反走过的 那所以呢会不会 可不可能 譬如说我们常常在说的 所谓的宇宙微波背景 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 我们常说到的这个宇宙大霹雳以后 这个暴涨阶段 它所留下来的印记 那这个 我给大家讲的更正确一点 宇宙大爆炸 这个暴涨了以后 它能够 就是说它留下来的这个光呢 到了宇宙爆炸第38万年的时候呢 光和物质分加了 分加以后 它就一直留存到现在 让我们看到 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呢 有科学家就发现说 好像它的这个应该是非常均匀吧 可是在均匀之外啊 也还有一点点的好像 某一个某一个地方有点特别 那会不会是宇宙 有多重宇宙或者别的宇宙 跟我们插状过的一些痕迹吗 那当然这个是 到目前为止呢 没有真正找到这样的证据 所以是观测出的一些现象 而这个现象面提出的一个假设的解释 对 那这个 是一种可能的证据吧 那还需要 我觉得要需要两方面的努力 第一个是目前这个多重宇宙的这个主张呢 合理就合理的说呢 是缺乏预测性 它需要像以前的所有我们伟大的科学发现 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或者是量子力学 它是立竿见影 爱因斯坦说 如果我的理论是对的 那你去看一下 在日识的时候 这个更远处的恒星来的光 会有偏折 对对对 不但如此 这只是一句话 你还有下面解释 他会偏折若干角度 这是一种预测 可预测 然后这个爱丁顿 英国的爱丁顿 他真的派人 他真的带队去量 量出来结果 跟爱因斯坦预测一模一样 去证明了这个理论系统 那这种过程 有那么一点 像这个科学家 把自己送上断头台 你真的是 英文所谓 stick out your neck 你把脑袋伸出去 就是决定 让别的物理学家的观测实验 来证明你对或不对 所以20世纪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有非常深刻影响力 对我们物理学家 科学家来说的科学哲学家 叫做汤玛斯孔恩 他的这个理论 影响了我们好几代的人 那他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一个真的的科学 是能够证明自己是错误的 而不是证明自己是对的 这一点我们一般社会上的这个朋友们呢 我觉得我们我特别把它提出来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 在我们我想这个一般社会上的话比较少去这样去想 老师其实孔恩呢在历史研究上面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他是实证哲学家嘛 所以你在历史上面提出来的假设这件事情 就假设某件事情发生之后 然后历史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也必须要经过就是可以实证这件事情 太好了 所以孔恩的那个所有这些理论 我觉得他对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影响是同样巨大的 是的是的 那他这个他的这本传世巨著 就是关于科学科学的实证的哲学 这个structure of 那就这个意义来讲 我们把它就是延伸或者说反过来说的话 就是说所谓的伪科学呢 就是他讲的是每一样都是对的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找出一个办法来证明它是错的 基本上这个就是一种伪科学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讲说有这个科学的可爱之处 就是像譬如说相对论好了 他既然提出来这样 那但是暂时证明说他是对的 可是也又是也是可能说有朝一日发现说 哦原来是有一些误差 他提出来大家觉得是对了之后 所有的人就要去找他什么情况之下可能是错的 是那那我所谓的可爱之处就是说 他是可以承认自己错 这个这种态度我就非常喜欢 那所以呢科学能够不断的过去几百年 进展到现在有AI这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因为他是站在彼此站在前一个巨人的肩膀上 发现他有一些像像爱因坦修正牛顿一样 他不只是修正而已 他甚至提出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基础的概念 但是呢重点是你在回到一个原来的这个极限状态下 你必须要能够重复牛顿的理论 好所以老师现在研究这个多重与重的物理学家多吗 我注意到过去这十年好像比较少了 科普界就是一般流行界已经这么有名的一个词 反而研究的物理学家变少了 稍微少 那我我的看我的观察是这样 就是说他能够想出来的也都想了能够说的都说了 那基本上东部前卫是他还停留在一个说法的阶段 他我想他需要有一个能够提出来自己是错误的 的一些方法或者判断的方法 才能够让他再进一步 否则就算实验家想说这个想法很酷 那我来证明一下或者怎么样 可是怎么去证明或者否证呢 那这个通常他的这个责任 他的这个是在提出来的人的肩膀上 你既然提出来那你要告诉我 你要说去哪里找怎么找 这才是一个认真的一个科学 所以还有待努力的一个多重宇宙观 我们可以去想象他 但是还不是一个可被证实的一件事情 想象当然是很美丽的 没错 我们要非常谢谢陈匹生教授带来的黑洞教授对话录 多重宇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希望你能够有所概念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